我们这一节呢理解一下透明度蒙版与效果蒙版 那么这两个呢都是我们在PR中经常会运到的 这边我就任意去新建项目 那这边我就把项目放在我的这个素材 然后我们放在这个技术的效果中 这边我就任意起一个项目 比如我叫做蒙版 首先你要选择一下文件夹 我们先选择这个文件夹 那这边是选择这个C16的文件夹 这边呢叫做蒙版 或者我就用未明明确定一下 然后你在新的项目中 我们来加载任意的视频片段 理解一下它的一些用法 我们在这个C16的目录中 也提供了一些遮罩的图片和视频的片段 我们在这一章主要呢 用这些视频呢做一些练习 那首先我在这边加载一个电锯的这个视频 我们先理解一下什么是蒙版 首先把视频拖动到序列 新建一个视频 那相信我们PR的基础操作已经非常熟练了 但是我们看到在效果空间中 选中视频 每个视频的下边都会有不透明度 这边都会有这个蒙版的绘制 首先圆形我们看到 如果你直接去点击的话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就会显示出我们的蒙版 也就是我们后边的背景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VR层 然后我下边再去导入一个视频 比如我这边双击 进入到我的视频片段 那我这边再导入一个 这种大的草地的图片 那我可以把它放在视频的下边 那这样子你会看到 你的蒙版就可以 只显示中间所选定的区 所以蒙版的不难理解 主要就是说你画的区域就是你显示的区域 那这个电锯声音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这边下边的视频隐藏一下 选择我们之前的这个视频 那如果你选中蒙版 注意我们是在不透明度上画的蒙版 如果你选中它把它删掉 视频呢又恢复到了原始的状态 这边先静音一下 因为电锯的声音很大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 然后第二个类型展开不透明度 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方块 点击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方形上任意的去拖动四边 然后你的图形呢 就可以在下边很好的显示 你还可以在边缘旋转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控制点 那这个控制点主要是控制 边缘的这个语化 你可以看到这个语化的控制 然后语化范围的一个延伸和扩展 其实这个参数呢 我们在这个左边的命令中都可以看到 这个点你可以去移动 放在不同的位置 方便你进行 方便我们进行控制 当你画多个蒙版的时候 这个控制点呢就会更方便一点 这边我们可以选中删除 然后第三个钢笔 就是我们自由去绘制了 那钢笔呢分两种形态 一种就是说你选择效绘制的区域 比如这个木条 我可以点击 然后点击 点击 回到终点 闭合 那这个是我的蒙版区域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我们删掉这个蒙版 你可以点击的时候 比如这种 环形 点击 点击拖动 点击再次拖动 当然我们拖动之后 除了双面控制之外 如果你按键盘的out键 苹果的话按住optoption键 我可以点击这些控制手柄 单独在拖动和调整 所以我们注意到 这个灵活性呢就非常高了 那我们最终回到终点可以去闭合 那如果说你点击到终点没有彻底闭合上或者说不小心点击了新的点 导致我们两个图形没有连到一起就会出现蒙版一蒙版二 这个时候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蒙版 所以这个蒙版不会有任何效果 所以我们这边删掉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当你有了第一个蒙版之后 你要一次性把这个图形全部都画出来 我这边就先点击闭合一下 图像呢会呈现出这种单独显示去证明你绘制成功了 那这边我可以再拖动这些控制手柄移动一下 但是移动的时候它是两边上下一起移动 那我们刚才说了按住out或者按住苹果的option 你可以单独去移动 然后这些点还可以再把它拖出来 同样是要按住out或者option 这边你可以两边一起拖上下一起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控制呢是非常的灵活 当然PI的并不像是PS或者是AI之类的工具 它主要的蒙版用途还是说大面积的一个范围 这种小面积的范围基本上用的很少 这边我们理解了这个钢笔工具之后 你就可以用蒙版的做一些创作 比如说我现在视频想把它一分为二 那我可以选中上边的视频 我这边可以缩小一下视频画面 通过钢笔工具 比如我这边点击一下生成蒙版1 然后我可以在外边点击 画出一些区域 最终我去闭合 然后我可以画面调整一下 我发现我的点不够了 那我在这个中间我看到我又加不上点 那没有关系 你只要按一下shift键 你就可以在上边 首先你要选中钢笔工具 同时不要点击生成蒙版2删掉 选中蒙版1 你可以在这个蒙版显示的情况下 一旦滑动到边缘 钢笔会出现加号 那你可以点击加一些点再移动 那我们看到只要在边缘 你都可以再呈现出加点和删点 但是默认的是相加这种新的点 如果你想把这个有的点删除 这边你按住cnt键 那苹果的话是cmd键 这边点击 你可以把已经有的点删除 那其他点我还可以继续移动 可以看到这些控制呢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非常的灵活 这边还可以继续拖动调整 所以当你确定好你需要的画面 或者是部分之后 这个是一半 那我下边可以展开 这样子我就可以做出一个1分之1屏幕 可以看到一半是左边的画面 一半是右边的画面 这个也是不透明版它常用的一个手段 当然这个灵活性是很高的 我不是说只能画一个萌版 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比如说我再画一个方形 这边我就不做其他的演示了 比如我放在这里 这样子你的画面只有两个萌版 显示同一个视频 萌版是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的 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 它的这个不透明度的一些用法 然后这边都语化 对它的边缘进行虚化 然后萌版扩展可以延伸缩小这个区域 当然这边是有时间码表的 你可以去打关键针 然后萌版的不透明度 如果萌版没有不透明度 就相当于说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区域了 然后图层的不透明度呢 跟萌版的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我操作萌版的时候 都是在萌版中进行操作 这个只对萌版生效 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呢 如果你在视频上 比如我现在关闭上面的视频 显示下面的视频 我在视频上呢 加一些效果 比如我这边搜索一下黑白 黑白呢 是最容易让我们看到变化的 我们在这边加一个黑白 给这个视频 视频变成了黑白 但是你在这些效果上 每个效果 任何效果下面 也会有这个萌版 比如我画一个区域 那个区域 我以这个人的这个边缘为准 我就随便画一下 不画特别的精细了 最终我闭合一下 这样你会发现 你画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黑白的区域 你不画的地方就没有 所以在这些任意的效果中 都可以呢 去加萌版 当然不仅仅限于是萌版效果 因为视频效果呢 我们知道 PR的视频效果 这边我们看到也是 除了第三方插线之外 它自身带的一些效果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任何效果加上去之后 那么都可以呢 去用萌版 你的萌版全选之后 就会决定 这个效果到底什么地方显示 什么地方不显示 这个都是萌版的作用 那么下一节呢 我们来理解一下萌版 它在这个追踪上怎么样的去用 接下来 看看萌版 我的萌版 我认为 我认为 萌版